大败局 三 爱多 青春期的错觉 一 作者 吴小波 朗读者 阿科 在一张稍小一点的中国地图上 要找到广东省中山市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这里地处珠江西岸 自古地少人稀 流民不绝 只因百年之前 诞生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 才有了点名气 可是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这里却成了中国新兴企业的摇篮之一 威力 勒百世 小霸王 金正 地和 这些显赫的品牌 与一大群年龄不过三十岁上下的 少年英雄 先后从这里呼啸而起 这其中也包括著名家电品牌 艾多 少年英雄出中山 1994年底 时任中国最大的学习机制造企业 小霸王公司总经理的段永平 听说中山东升镇一家路边小厂 在生产假冒的小霸王学习机 立即派人上门打架 当打架人员闯进工厂的时候 被一位从三楼冲下来的瘦瘦高高的青年 一把拦住 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 神情像是要吃人 事后证明 这家叫生达的小厂 似乎是被冤枉的 他们的学习机软件 与小霸王惊人的相似 却不是他们自己开发的 而是从另一家公司买来的 这位二十多岁的瘦高个青年 名叫胡志彪 这家小厂 便是他和一位叫陈天南的儿时伙伴 各出两千元办起来的 段永平听过打架人员的汇报后 一百手再没追究这事 当然也没有记住 那个很平常的小厂厂长的名字 他万万想不到 此人竟会在四年后 坐在北京梅迪亚中心 与他一致一员 拼夺彪王 跟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科班毕业的 段永平相比 农民出身的胡志彪 实在要卑微的多了 他没有读过几年书 很早就出来跑码头 他对家电有一种天然的爱好 从小就以组装半导体为乐 又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 松下信之著的自传 竟梦想着要当中国的松下 小霸王的上门打假 让胡志彪深感窝囊 他知道自己在诸侯林立的学习机市场上 已难有差弃之地 要出头 必须找到一块别人还没有发现的空间 就有那么一天 在东升镇上的一间小饭馆里 他突然听到了一个消息 有一种叫数字压缩芯片的技术 正流入中国 用他生产出的播放机叫VCD 用来看盗版碟片 比正流行的LD好过百倍 这个东西一定会卖风 就这几句话 在瞬间改变了胡志彪的一生 他当即赴香港 跑上海 招兵买马 开发VCD 1995年6月 样机开发成功 7月20日 胡志彪26岁生日那天 新公司成立 那时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点》 刚刚登上流行歌曲的排行榜 爱唱卡拉OK的胡志彪说 就是他了 爱多 10月 真心实意爱多VCD的广告 便在当地电视台上像模像样地播出来了 11月 胡志彪把火力瞄转了大广州 在寸土寸金的阳城晚报上 他连续四天包了报纸二分之一的通栏 第一天 他登了两个字 爱多 第二天 第三天 还是这两个字 第四天 谜底出来了 谜底出来了 爱多VCD 据说这是国内第一条悬念广告 也是在这个月 胡志彪把他千辛万苦带到了几百万元前 除留下一部分买原材料以外 剩下的都一股脑的投进了中央电视台 买下体育新闻前的五秒标板 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条VCD广告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创业岁月 尽管工厂破烂的让人难以立足 尽管很多道工艺还是手工作业 尽管每个人都不知道成功离自己还有多远 可是他们知道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 因为他们知道出厂价为2200元的爱多VCD 每台的利润就有700元到800元 只要卖得出去 他们个个都是百万富翁 六个月后 在广东市场刚刚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胡志彪就买了张中国地图挂在墙上 他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这是珠江三角洲的少年英雄们的超人之处 跟脸财有方的江浙企业家善达三伪市场不同 尽管地处岭南异域 可是广东人从来把产品和品牌的推广目标 定位为全中国和大城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近20年间 广东诞生了最多的全国性品牌 第一批随胡志彪出征的业务员 可谓千奇百怪 其中有卖咸鱼的 有卖雪糕的 有卖甲汁的 有卖水泥的 还有刚刚卖完三株口服液的 唯独没有卖过家电的 可是 也可能正是这一缺憾 让他们百无竞机 各出其招 由于资金的极度缺乏 胡志彪卖VCD 走的是最霸道的一步棋 就是要求所有的经销商 都现款现货 款到发货 这在别人看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 胡志彪和他的属下 每到一地 就缠住人家谈理想 谈爱多的明天 谈VCD的广阔前景 让大家去看中央电视台的爱多广告 再加上近乎暴力的批领差价 硬是让一家家比泥秋还滑的经销商 乖乖地拿出预付款来 胡志彪全国一圈跑下来 竟带回了两千万元的预付款 据说 当时山东一家最大的空调经销商 也被胡志彪天花乱坠地宣传 说动了心 掏出钱来 预定了爱多的货 一年多后 他跑到中山一看 揪住胡志彪的衣领 恶狠狠地嚷道 就你这么个破销场 还敢跟我谈现款现货 不过 那时爱多已经让他赚了个盘满钵满 阳光行动A计划 胡志彪的出战告捷 日后有很多人说是偶然和侥幸 可是细细分析 却不尽然 与一般企业谨小胜微 步步为营的阵地战术不同 胡志彪首先是看好了 VCD市场的广阔前景 然后是先造势 后聚气 以大势逼弃 以聚力诱人 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一举哄开全国市场 其草莽风格中 实在有耐人咀嚼的营销阵地 这种大气磅礴的 俯冲式的推广战略 对一些市场潜能巨大 批零利润较高的新产品推广而言 是很有可以借鉴的地方的 其实 在数年后的PDA 涨上电脑市场上 商务通等公司 也采用这一策略 而一战取胜 不过 爱多在市场进入平稳期 企业完成原始积累之后 依然采用这种造势聚气的方式 则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了 厂家与经销商的关系 始终处在一种很紧张的状态 时间一长 或市场稍有动荡 就可能造成彼此关系的恶化 诱发出一些意料之外的风波 自然 这是后话 1996年夏天 胡志标攻下上海市场 完成了第一轮全国推广运动 这时 VCD的商品概念 已越来越为消费者所接受 一些中小企业 纷纷切而进入 胡志标抬头一看 竟发现 转瞬间 华山之巅已遥遥在望 于是 他开始考虑起 品牌经营的大事 爱多的很多属下 日后谈到这位年轻老板时 最为钦佩的一点是 胡志标的市场直觉 无人能比 他往往能在最短的时间里 用最简洁的方式 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说到悬而又悬的品牌战略 胡志标说 要快速完成的关键 只有两个 一是 找最有名的人拍广告 二是 找最强势的媒体 播出这条广告 于是 爱多找到了成龙 成龙开价450万元 几乎是爱多一年的全部利润 胡志标一咬牙 干了 很快 一条由成龙 生龙活虎的表演的广告片 拍出来了 广告词也十分简洁干脆 爱多VCD 好功夫 揣着这条广告片和八千多万元经销商的预付款 这年的十一月八日 胡志标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媒体亚中心 那一年的标王之争 还是山东九英雄们的天下 上一年因加冕标王而名闻全国的秦之久 以3.2亿元的天价再先惊涛骇浪 也为自己唱响了晚歌的序曲 在豪杰晚堂的群音会上 胡志标是最年轻和最陌生的一张面孔 跟他相隔两排 便坐着当年跑到他的工厂上门打假 继而又从小霸王出走 自创步步高品牌的段永平 段永平是学习机的先行者 VCD的后来者 就在爱多成立后的一个月 段永平因股权困扰出走小霸王 在与中山义和之隔的东莞 创办步步高 生产学生电脑和无声电话 当他看到胡志标在VCD市场 叱咤风云的时候 也迅速跟进抢夺份额 在随后的两三年里 步步高与爱多的竞争 构成广东新兴企业的一段战国演绎 段永平在产品开发的理念上 与娃哈哈的宗秦后十分相似 军事敢为人后 后中争先 往往在市场培育期完成之后 才以强势姿态来抢夺成果 即使在VCD电视广告上 段永平也大胆地一步一驱 聘请与成龙积极相似的李连杰 担当形象代言人 连广告词也跟描红似的 步步高VCD真功夫 值得一提的是 步步高组建支出 吸纳了台湾著名电脑公司 宏基19%的股份 这使得企业的持续技术开发能力 要比完全是草莽起家 靠购买芯片组装的爱多 更胜一筹 静雅思听书生系列光盘套装 现已在京东商城开卖 十张光盘 十本好书 十种颜色 十样人生 它拥有清雅的外形 水墨淡彩 素果银装 它饱含人文的精神 容纳百家 各自精彩 把它买给自己 是一份永久的珍藏 送给亲朋 是一份别致的礼物 在梅迪亚中心的当日竞标中 爱多以八千二百万元 夺得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后的一个五秒标板 夺得电子类第一名 步步高以八千零十二万元紧随其后 尽管当时爱多和步步高的光芒 被疯狂了的琴池所掩盖 可是敏锐的人们还是预感到了一个新时代 VCD时代的到来 第一次参加投标便高居电子类第一名 这一新闻使得刚过周岁的爱多 一跃而挤身国内知名家电品牌的行列 嗅到暴力气息的国内经销商驱使若鹜 纷纷往中山东升阵跑 胡志彪认为这是供求角色转变的大好时机 于是提出每个爱多产品的代理商 必须缴纳三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保证金 其代理地区分成了三类 北京、上海、广州为一类 保证金一千万元 成都、沈阳、南京、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为二类 保证金五百万元 其余为三类 保证金三百万元 仅此一招 爱多竟无偿既得资金两亿元 在别的企业为融资苦苦奔波的时候 胡志彪却创造了一个市场制胜的经典案例 当然 这种高额保证金的运转 是建立在产品持续畅销的前提下的 它的后遗症也是十分明显的 所谓福西获益 就如同一家银行吸纳资金越多 一旦发生挤兑 危机也就越大 爱多日后的覆灭 也可以说是正是在此时埋下了货根 然而 这些潜在的危机 毕竟离胡志彪还很遥远 此刻 他日思夜想的 是如何发动新的市场攻势 成就一统江湖的VCD霸业 当时 随着爱多的崛起 国内在夜间冒出了上百家 VCD制造工厂 纷纷攘攘的来分一杯羹 胡志彪要将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 于是 就在梅迪亚中心中标后的一个月后 爱多突然宣布大降价 将VCD的价格 首次拉下2000元大关 定价为1997元 胡志彪的新闻传播机器 则将此与即将到来的新年 和香港回归 巧妙地联系起来进行炒作 到了次年春节前后 胡志彪再次让那些 还没有从1997旋风中 缓国神来的同行 瞠目结舌 他第二次实施降价突袭 将价格普遍拉下400元到500元 最便宜的信号 只售1280元 其后 随着星科万里达等老牌厂家 相继加入竞争 VCD市场硝烟滚滚 在短短半年内 价格降幅超过40% 这个被称为 阳光行动A计划的降价狂潮 彻底击溃了业界的暴力防线 爱多的市场份额迅速上升 首度超过万里达而成为行业老二 知名度更是跃居第一 一举树立了行业领袖的品牌形象 由此 随着价格的合理回归 全国VCD市场的热销闸门被一炮哄开 当年度 全国VCD销售量猛增至1000万台 让所有国内外的家电行家 大大跌了一回眼镜 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市场 VCD被认为是一种行将淘汰的技术和产业 荷兰菲利浦 日本索尼等跨国家电巨头 也曾考虑在中国推出VCD 然而 他们各自做出的市场调查结果都表明 中国的消费者对这一产品可能无法接受 因此纷纷放弃了这一计划 他们的调查人员没有考虑到的是 畸形繁荣的盗版市场 竟会这么快地催熟了 自家价廉的VCD市场 随着艾多等年轻企业的壮大 VCD行业也成为家电领域 唯一由中国品牌一统天下的黄金之地 连美国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 也对中国VCD产业的做大颇表赞叹 并亲自飞到深圳 搞了一个微软版的VCD 基顶和维纳斯计划 1997年 艾多的销售额 从前一年的两亿元 一月而骤增至16亿元 赫然出现在中国电子50强的排行榜上 这年年底 胡志标赴荷兰菲利普公司总部考察 这位百年巨人 以四人飞机加红地毯的最高规格 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据称 菲利普从来只对两类人 给予这样的礼遇 一是国家元首 一是公司最重要的客户 当时 业界对胡志标的厚望 由此可见一斑 当标王的感觉真好 1998年 就这样在一片高昂的 枪敌声歌中走来了 两年多前 除了东升阵 便没有几个人识得的胡志标 如今已经是名阳天下了 他一定没有想到 在中国打出一方天地 竟是如探囊取物一样的容易 是英雄莫稳出处 他隐隐感到 自己离那个一向仰视的日本老头 松下兴之柱 也越来越近了 他第二次走进了北京媒地亚中心 一年前 他差点因忘了带胸牌 而被拦在门外 如今 这里的人见了他 就如同见到了财神爷一样的 展开笑脸 中央电视台 摄影请客 他很显赫地坐在第一张圆桌 愁愁满志 而一年前的那些九代王们 则被安排在角落的不显演出 成败转瞬 江湖势力 期间旷位 他是无暇拒绝了 他决心在这个华山之巅 副手独立 笑傲群雄 有记者采访他 问他此番对标王是否至赛必得 他神闲气定地说 夺不夺标 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了 他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 能说出这样风趣的话 看来实在是心情不错 他唯一的对手 此刻正坐在两排后的斜对角 那同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几年前他还派人到胡志彪的工厂打假 现在他竟不惜屈尊 跟在爱多后面 生产起VCD来 连广告也学得唯妙唯小 这是一个个性坚毅 善于后发制人的绝代高手 胡志彪对标王的志在必得 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为了对付这位危险的对手 爱多不当标王可以 唯一的前提是步步高也没当上 11月8日上午10点20分 随着中国第一拍卖师 林一平的一声出响 标王争霸战 陡然开幕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 五秒黄金标版广告 开价8000万元 每举牌一次上涨200万元 1.80亿元 第一个硬价就把绝大多数的竞争对手 抛在了圈外 果然是步步高的段永平 他举着001的牌号 1.82亿元 有人应了一声 1.86亿元 段永平 不加思索地挡了回去 会场开始躁热起来 连拍卖师也带头鼓掌 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四处乱窜 胡志标觉得 是该出手的时候了 1.98亿元 2亿元 段永平找到了真正的对手 场内有人偷偷笑道 这回要看看真功夫 是不是敌得过好功夫了 2.1亿元 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段永平的脸上 那是一张不动声策 喜怒无痕的脸 连喊三遍 无人应答 林一平一锤定音 胡志标应声而起 整个决斗过程不到三分钟 独立寒丘看大江东去 环顾雨泪 试问天下谁是英雄 当彪王的感觉真好 当胡志标愁愁满志的 不出媒地亚中心大厅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正徘徊门外 落魄的前任彪王 擎持的机场孔 寒暄未及 鸡带王深有感慨地提醒胡少帅 年轻人 面对记者 你千万不要透露你的产值和利润 不能透露你企业的数字 否则他们会按他们的方式给你算账 然后评头论足 新标王淡然一笑 就在他夺标的这两天 爱多的三叠机已月居全国销量第一 市场占有率达到空前的32.1% 他的营销策划方案上了名牌大学的教学案例库 在中山的仓库前 还刚刚有人为抢货打破了头 爱多的数字 每天都像和列变一样的在膨胀 胡志彪想说的是 连我自己都算不清 何况那些记者 身为标王 胡志彪当然要拿出一些新的招数来 他投资一千万元的天价 聘请成龙和张艺谋 两位顶尖巨星 拍摄了一条新的爱多形象片 据称 这是继太阳神的雄狮觉醒片后 又一条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广告片 在空旷的郊野上 在庞陀的大雨中 成龙带着一群人向前奔跑 人群中一个孩子突然摔倒了 所有的人都为之停下 成龙将浑身泥浆的孩子扶起来 一如既往地在雨中奔跑 真心英雄的旋律 在大雨中荡气回肠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我们一直在努力 爱多VCD 一支充满了浪漫和理想的青年静伟军 从云云众生中脱颖而出 一路高歌猛进 与这条广告相配套 胡志彪又被一个更为大胆和辉煌的市场拓展方案激动着 在这时的爱多公司 已经聚集起了一大批青年知识精英 他们绝大多数是名牌大学出身 来爱多前 他们有的在中央部委工作 有的在知名传媒当记者 有的是小有成就的律师 有的在跨国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员 还有的则来自国内最著名的工业企业 跟几年前那些卖甲之 卖咸鱼出身的草满汉们比起来 胡志彪的账下已经全部换了新面孔 可谓猛将如云 胡志彪尽管出身被围 但是他对人才的渴望是十分强烈的 为了从香港一家企业挖到一位管理人才 他开出过150万元年薪的高价 而这些青年精英 尽管年龄比胡志彪要大 学历更是高出不少 但对他的营销天才都极为钦佩 甘愿为艾多酣战打拼 随着艾多的超常规成长 如何巩固已有的市场份额 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成了一个摆在胡志彪和他的青年精英们面前的大课题 对此 他们可以说是同样的陌生 于是 寻着当初横侃猛杀打天下的思路 参入从营销教材中抄袭下来的市场新理念 再加上妙笔生花般的文字渲染 一个庞大而激动人心的阳光行动B计划出笼了 艾多公司在一份发给国内媒体的宣传通稿中 这样表达这个B计划 阳光行动B计划是艾多电器有限公司 在一种新的经营理念指导下 充分运用包括价格优惠服务在内的各种营销手段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服务 其核心内容是增值服务 即通过阳光行动B计划 使消费者购买艾多产品的一次性消费支出 转化为消费投资 并通过秉承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信念 去构筑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共同体 从而使艾多公司有产品经营 提升为包含服务在内的经营 一是立即实现了增值 自1997年11月1日起 艾多公司以更有竞争力的价格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 全面调低价格 最高降幅达500元 二是即将实现的增值 艾多公司将建立艾多阳光服务网络 自1998年开始 陆续向广大艾多VCD产品用户 推出三大系列服务工程 A 金碟工程 艾多电器有限公司 将分春夏秋冬四季 送出最新的影视碟片 让艾多VCD的用户 时刻把握世界影音的动态 获得超值享受 B 宝典工程 艾多阳光服务网的用户 每两个月将得到一份 艾多公司赠送的精美影视资料 C 签电工程 1998年 艾多公司将在全国 组织上千家影音制品商店 为艾多阳光服务网用户 提供优惠打折服务 节省艾多用户 在购买软件时的支出 三是持续不断的增值 艾多人 本着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执着信念 还将持续不断的创造服务契机 为艾多用户 提供更多的实惠和尊荣 艾多公司认为 阳光行动B计划 将逐步改变 消费就是支出的传统观念 实现由消费支出到消费投资的转变 并使其得以增值 在这一经营模式下 消费者将获得更多更长远的实惠 艾多公司也将因此变得更具竞争力 这是一份充斥着新名词和新理念的美丽的计划 这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策划人给出的最具雄心的市场策划之一 可是 从市场的实际运作来看 B计划却是一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完成这一工程的投资 起码在两亿元以上 其中又涉及 音像制作 连锁店经营 等多个陌生领域 而艾多又没有寻求合作伙伴 分散经营风险的配套性方案 市场直觉天分其高的胡指标 竟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和困难 可见当时 他却呼已被标亡的桂冠 陶醉得不知南北了 B计划经过艾多策划人 和上百家传媒的竭力渲染 曾经轰动一时 然而 仅仅在南昌等个别城市 开出艾多增值连锁店后 他便无尽而终 尽管艾多在此一中 实际仅投入了四百多万元 然而士气却为之大错 多年追踪艾多 并写出长篇报告文学 《风雨艾多》的 《阳城晚报》记者孙玉红 后来写道 阳光行动B计划 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梦想 但由于缺乏操作性和彩力支持 最终沦为空想 从B计划开始 艾多开始走下坡路 研究艾多案例 往往给人一个这样的感慨 从崛起到覆灭的四年时间里 艾多 与其说是一个企业 倒不如说是一支战斗突击队 他从南中国冲决而出 一路孝聚英豪 功成略地 一名而为天下之 引得八方诸侯 无不侧目惊生 然而 就在一路冲杀 对手纷纷退避的时候 艾多的青年英雄们 却鹤己四顾 无所适从了 作为义军统帅的胡志彪 只有一个目标 把艾多做大 做大 再做大 于是 任何能让艾多做大的想法 都让他跃跃欲试 那段时间 他最喜欢做的诗 是与一般策划高手 彻夜屏逐高谈阔论 一旦有灵光闪现 冒出一个 令人较绝的好点子 他当即 当夜部署 派出一标人马 甚至亲往实施 可是 作为一家销售额 超过十亿元 员工多达 三千余人的大型企业 如何进行 中长远的战略规划 却始终没有被胡志彪 提到一时日程上 直到覆灭 艾多甚至连一个 切合实际的两年规划 都没有制定过 艾多有众多的营销策划高手 他们的执行能力都堪称一流 可是如果角色本身是盲目的 那么 这些高手的执行能力越强 反倒对企业的伤害越大 一位艾多高级经理 曾经颇有感触地谈到 我们就像一标孤单挺进的铁骑 看不到上面的天空 只知道自己越跑越快 越杀越远 后面没有人接应 旁边也没有人打气加油 并且完全不知道 大本营到底有没有支撑能力 这种危机 确实正在战场上 疯狂厮杀的人们 所很难警觉到的 艾多是一只习惯于 在运动中 寻找战机的战斗团队 在B计划遭遇挫折之后 胡志标决议再度挑起战火 这次他把矛头 直指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江苏新科 江苏新科是一家 具有十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 锐期固然不如爱多 家底却要雄厚得多 他靠稳健的营销策略 在上海及诸多中心城市的大商场 拥有较高的市场优势 在1997年底 他的市场占有率为37% 比爱多高出一倍 而这正是标王胡志标 所无法忍受的 1998年五一节 爱多在上海、北京 向新科全面宣战 经上海市百一店 爱多就进驻了50多个促销人员 并进行买就送的活动 在这期间 双方促销人员互相围攻对方柜台 和抢夺宣传品 活药味空前浓烈 到最激烈的时候 买一台1000元左右的爱多VCD 竟可以送到电饭包 体骑刀 闷烧锅 电风扇等四件礼品 价值在700元以上 到6月 爱多的攻击受到明显成效 在全国百家大商场的市场占有率排行榜上 爱多一路追赏信科 两家均为23% 可是同时 胡志彪喝下的也是一杯南宴的庆功酒 爱多在半年内为打败信科 投入了1.5亿元 几乎耗到弹尽两绝的地步 信科在这场白人战中 固然损失惨烈 声誉大跌 可是他毕竟综合实力雄厚 断一臂而不致丧权命 反倒意外地达到了 消耗最强劲对手的目的 如果阅读代表观察与思考 那么静雅斯汀书生系列光盘 则是关于阅读的放逐 睁开眼 万户在眼前 闭上眼 世界在耳边 近年来 中国家电业可谓一直笼罩在 价格大战的恐怖命运中 除VCD之外 彩电 空调 微波炉等行业的价格战 也此起彼伏 微微壮观 观察其中的最后取胜者 大抵有三个特征 一是企业资本实力 有明显优势 具有强大的抗消耗能力 二是科技开发能力超前 其降价产品 往往是本企业新疆淘汰 而同行对手 以此为生的成熟类型产品 在降价的同时 有新生代产品立即跟进推出 使企业的市场利润 依然能够得到保证 三是把握降价的发动时机 有较明确的攻击目的性 和配套性市场巩固措施 细加对照 作为VCD行业老二的爱多 贸然发动对老大新科的攻击 在这三方面的考虑 都不是十分的成熟 更出乎胡志彪意料的是 就在两强火拼之际 跟在他后面的那些小老虎们 却开始了趁火打劫 爱多的市场优势 向来在广东 华北市场 及其他次中心城镇 当他在上海 北京等大城市 开始围剿新科的时候 步步高 仙科等悄然出击 在爱多的大后方 如法炮制地开展降价突袭 疯狂地蚕食 爱多的市场 等到胡志彪半年多后 默然回过神来 段用平等已赫然做大 竟可以与爱多平起平坐了 在这场降价大战中 中国的VCD行业 终于彻底跌出了暴力的天堂 开始进入威力时期 说来十分凄凉的是 中国所有VCD企业的核心部件 竟都是搏来瓶 芯片是荷兰菲利普 和美国CCUB1的 基芯则是日本索尼 和美国ESS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VCD英雄们 从来就只是一些 在前台打得不亦乐乎的 组装英雄 真正汗烙饱收 猛赚其钱的 还是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的 跨国巨头们 为了延长VCD产品的生命周期 CCUB1和ESS公司 分别推出了芯片的升级版本 很快 由ESS提供芯片的 星科 熊猫 上广电 华路等 华东派 为了抢得市场先机 华东派提出升级产品的名称 因为SVCD 而广东派 则坚持要叫CVD 胡志标是这场名称之争的热衷者 他俨然以广东派盟主自居 通过他的强大的策划网络 向国内各媒体 频繁地发布新闻 同时 他以此介事 马不停蹄地在国内各重点城市 召开声势浩大的爱多新品推荐会 可是 事态的演变 最终没有朝胡志标医疗中的那样发展 由于名称之争 搅得国内传媒一片混乱 最后 国家有关部门 不得不出面调停 决定两个名称都放弃 另想出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名字 超级VCD 胡志标的CVD计划 就此流产 一经是之 当时血气方刚的胡志标 在展开名称之争的时候 却有考虑不周密的地方 他轻视了老牌国有企业 如新科 上广电等 与北京部委的多年良好关系 他企图通过测动国内传媒的强力报道 造成重大压力 迫使国家部委接受CVD的概念 和他们提出的行业标准 当得知可能采用超级VCD这一名称时 他又带头提出了产品标准是企业说了算 还是政府说了算 这一严厉的质问 以至某部委司长 怒斥广东派 不知天高地厚 从争议的结局看 无疑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华东派 取得了胜利 超级VCD与SVCD 实际是一回事 不安江湖事故的胡志彪 在不适当的时间 以不适当的方式 向一个不适当的对象 发动了不适当的挑战 自此 爱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 开始恶化 就在这种升级产品前途未卜 战局变得日益微妙的前夜 基于建功立业的胡志彪 又犯下另一个战略错误 他宣布 爱多将实施跨世纪的多元化战略 在一篇像宣言一样的 爱多的数字化生存讲话稿中 胡志彪朗诵道 爱多的发展思路 基本上是围绕着数字技术 以VCD为起点 逐渐扩大精英领域 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目前除了VCD CVD DVD等影碟机一类产品之外 爱多在数字视频方面 已经开始涉足电视机 数字摄像机 数字相机等领域 在通讯方面 成立爱多电讯公司 生产有声电话和无声电话 下一步战略目标 将向计算机网络产品 卫星通信 卫星广播等领域发展 同时 爱多还会逐步步入软件市场 我们还成立了 爱多阳光音像制品公司 从事影视节目制作和经营 预计1998年 将生产VCD200万台 CVD80万台 电话机100万台 家庭影院30万套 彩电20万台 产制目标35亿元 员工人数将翻翻达到6000名 胡志彪在高声 诵读着这篇文稿的时候 一定对其中的若干个新名词 还一知半解 他也一定记不起 几个月前 机长孔在媒地亚中心大厅 对他讲过的那番话了 一股令人站立的寒流 已经悄悄地逼近了 一直在努力的爱多人 感谢观看